一转眼啊 金姐的红娘 都做了十七了 在前九七里面呢 我们一共促成了 十七段佳话 这个数字一说出来 我真是很有成就感的 今天在这里呢 我希望我能够突破 二十对 好不好 对啊 双份的十全十美 中国式相亲 有爸妈更放心 今天是女生家庭版 父母的意见呢 只是参考 最终决定权 还在子女的手上 那么今晚究竟哪位嘉宾 能够俘获父母心 牵手心上人呢 让我们暂身欢迎 一号家庭 来自沈阳的刘明月家庭 这种家庭是由郑爱王推荐的 大家好 金姐好 我叫林月尔 今年二十四岁 来自于沈阳 就职一家央企 平时在业余时间 兼职一家老师和舞蹈老师 刚才都说我大门的小校园 长着一张旺夫脸 这位呢 是我家老佛爷 这位呢 是我的老爸 鸽子大王 冰哥 我从此以赛歌行业 在我们行业里 都跟我叫冰哥 但是歌不是大哥的歌 是鸽子的鸽子一个河子一个鸟 啊 冰哥 那这次来到我们的中国式相亲 您有什么要求 我希望我找的女婿呢 应该是鸽子房 没法再说六百公里到一千公里 长距离 刺骨耐牢 平稳着陆 平稳回家的那些 飞了那么远了 还叫回到家的 这才是个好鸽子好男人 对对对 那我们妈妈呢 我找女婿一定一米七八以上的 不要戴眼镜了 不是 为啥不要戴眼镜了呢 他看我看 可能有点厌倦了 那你跟他爸谈来的时候 他爸戴眼镜戴不戴眼镜 他是臭美大一点那个 明月你想找的什么样子 正经之中 但一点点不正经 但你想不正经呢 又不影响他正经 这个人很正统 但正统当中 还有点小坏坏的 而且还很幽默就好了 对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二号家庭 来自北京的刘子晃家庭 有请 这里家庭是由北京三园居建的 这一听的声音专业的啊 绝对专业的 怎么一出场用这种形式呢 金老师是这样的 我呢是一个出生图长的北京妞 又是一个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孩子 难怪呢 然后呢这首曲子是我爷爷写的 这首喜洋洋的曲子是你爷爷写的 对对对对对对 爸爸也是做同时音乐的吗 爸爸在中央民族乐团 还有一个大爷也是做那个做起家 中国大地上我爱黄河泰山 都是他写的 对 哦 确实是个音乐世家 好 今天呢陪你来的这边是 这边是我 就是陪着我 看着我长大并且了解我的姐姐 然后呢 这边是天天跟我耍群斗嘴的妈妈 哦 妈妈 大家好 我是子凤的妈妈 来自一品牌认证公司 今天我来的目的呢 是为我姑娘认证一个中国好女婿 是带着一个产业标准来的啊 那您这个标准什么标准的妈妈 呃 标准的是孝敬父母 真实可靠 对 才学兼备 热爱生活的种子选手 种子选手 还有一个呢 就是你看我女儿 有一个胎毛 她那个胎毛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没剪过的 对 没剪过 大家看一下子凤那个头发的长度 就知道她是一个长情的女孩子 我们认为就是一缕情丝一世情 那妈妈是准备什么就等着嫁人的时候再给剪掉吧 嫁人的时候剪啊 好了 我心里有数了 来 接下来 我们欢迎一下三不脑家庭 来自上海的杨梅薇家庭 大家好 这种家庭是由宗爱网新建的 大家好 大家好 姐姐好 大家好 我叫杨梅薇 今年26岁 我是一个拥有四餐血统的上海姑娘 我虽然性格看起来大烂烈烈的 但是我还是很小女人 很贴心的那种女生 然后我因为父亲嘛 没有办法来 是因为她在成都 所以由我小姑母来帮我代了法官了 对 这是我漂亮贤惠的妈妈 妈妈很漂亮啊 美女啊 妈妈 美女妈妈 我今天会来到这个节目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 跟这个节目中国式相亲特别的契合 怎么讲 我当初我妈妈会跟我爸爸在一起 就是因为先奶奶和小姑姑 看上我妈妈的 也是相亲相上的 那我问一下莉莉啊 什么标准 首先她这个人要有趣 如果跟一个很无趣的人在一起 那是真没劲的 要幽默感 对 第二个就是希望她长得帅 这必须的 第一个是她喜欢罗自祥 阿翔 不用暴露我 喜欢罗自祥哪种款的 关键是我喜欢罗自祥 他很孝顺 我很喜欢孝顺的孩子 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对家人的态度是很好的 那他的人品是不会差的 对 接下来 接下来欢迎我们的四号家庭老朋友 来自青岛的刘畅家庭 这组家庭是由世纪加油 谢谢 很荣幸呢又来到了这个舞台上面 我就是来自山东青岛的甩尾王刘畅 谢谢 有没有什么新的战略啊变化呢 我们家回家总结了一下军燕 是我们三个人的意见不搭 现在嘛我们感觉 我们三个人的意见应该搭一些 还是那个标准流畅是吧 这次吧我希望找一个年龄 稍微比刘畅大一点的 成熟一点 对 成熟一点 成了他 爱护他的这个一个男生 我们今天是三个人来的 我一定要四个人回去 好极了好极了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五号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金老师好 我是宋玉杰 虽然我的身高呢一米七 但是实际上我内心是一个 十七岁的罗莉塔小工具 朋友们都会开玩笑叫我大巴臂 看出来了 看着都看出来了 年前呢我从德企辞职 去英国找那个蛋糕老师学习 我的老师非常厉害 他为英国的皇家制作了 四十六年的庆典蛋糕 现在呢我也在上海做 甜品设计的工作 今天呢为金老师 带了一份小礼物 还有我穿戏袍的一个 哎哟 很棒 很棒 我特别喜欢金老师那个打电话 很撩人的动作 很好 谢谢 谢谢 这边是爸爸妈妈是吧 这个爸爸呢是非常非常传统的 中国式严妇 给我布置了很多很多的作业 然后这边的妈妈呢 是像闺蜜一样 小时候呢偷偷帮我抄作业的妈妈 你刚才说中国式严妇 我不见得 你能二十七岁了还能像个大巴比一样 我告诉你 如果你爸爸不宠你的话呀 你不会有这个空间的 您的标准是什么 我的标准就两条 第一个 我看上去比较顺眼 比较顺眼 要个头比它略高 就行了 好了 那没问题了 今天我们认识了五组嘉宾了以后呢 每一组女嘉宾 用一句话嘱咐自己的父母 别管强扭的瓜 咱甜还是不甜 你们的任务就是帮我把它扭下来 就算它不甜 我也把它误不甜了 能不能拉扯上我 没问题 能 我今天这个灰姑娘 就要在这找到属于我真正的白马王子 妈 姐 你们别拒着 给我拍拍拍 放心吧 姑娘 一定给你拿下 罗志祥 别忘了 你们一定要就是 赚钱想一个 势必让我带一个男嘉宾走 好吗 好了 没问题 爸爸 你一定要真大的眼睛帮我选啊 放心你啊 你爸小眼巨光 下面有请我们的五位女嘉宾到第二现场玻璃房 别忘了啊 去到玻璃房之后 你们可以行使手上的权力 随时打电话给你的父母 好 好极了 好极了 请五祖家庭各就各位 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男嘉宾 我相信通过你的优秀表现一定能赢得你心意姑娘的方形 祝你成功 来 好顶竿啊 好啊 嗯 雨靖太 嗯 这位嘉宾是由无故ABGP演的 啊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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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大家好 余哲浩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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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喜欢就是男人穿那种衬衫 然后感觉特别 我也爱衬衫 大家好 我叫余哲浩 今年二十七岁 那目前是一个海归建筑设计师 目前在北京工作 希望找到一位女生能够陪我一起 在艺术与创作中的世界中 漫游 遨游 那她如果能够活泼可爱一些 古灵精怪一些 有很多奇思妙想的想法 那就更好了 因为可以帮助我 有更多的灵感碰撞 我想从专业上问一下她 你设计过哪些作品吗 有什么作品吗 海外部分主要是迪拜中绿岛三期 还有那个在加卡特 就雅加达的那个 军月超五星级酒店 其实还有那个四季度假酒店 所以说主要还是做那个高端酒店类服务 我觉得她蛮不错的 这一看啊跟抢东西一样的 还有特别适合我家女儿 我一听我感觉就像是 就像是为我呸的 是我的 我的 我家女儿也是喜欢那个穿衬衫的男孩子 我妈最懂我 而且看上去非常舒服 那个 搞设计 气度也不烦 所以我爹演演员非常好 明白了 谢谢谢谢 那个谁呢 刘少妈妈怎么回事 还没内 我还没了解一下 她爸就拍了 对啊 我女儿吧很聪明 聪明 很灵力 就是说她说的这几点吧 我觉得我女儿都可以搬到 对对对 都可以搬到 不 再说我也是学建筑中文设计的 这 我觉得她是说搞艺术吗 觉得女儿要活活可爱吗 我女儿就是特别活活活可爱 我觉得她长得还是蛮帅气的 很欣赏的 既然是出国流血 那肯定是也是能吃苦耐劳 所以说从她闯事业 女儿是完全是一个很优秀的后盾 人家姐请问你爱运动吗 我个人非常喜欢健身 可以 那太棒了 就是我天天都去健身房健身 太好了 我们家卫卫特别喜欢运动 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 那个非常的就是 对身体非常健康 所以我做的那种就是减脂 然后呢适当再蒸一些鸡 可以 有鸡肉就行 咱们先别着急 咱们现在通过一段VCR 了解一下我们男嘉宾 来看VCR 巨大的建筑 总是一目一时迭层 一砖一瓦 一笔一画 人生意识如此 父亲是名建筑设计师 耳朵目染 我从小就梦想着成为一名 优秀的建筑设计师 后来我接近所能 考上了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 从南加大毕业之后 收到当地事务所的offer 跟从里拜忠一岛设计大师 雷朵的工作 参与开发设计的迪拜综岛三期 以及军乐超五星级酒店的设计 可是后来我发现国内发展局更大 心里一直有一颗建设组合的心 所以后来毅然自然地回国了 我是个很注重家庭的人 平时一个人在家里呢 做个小菜盘弹琴画个画 我设计了许多建筑 可从来没有设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当时我找了一名 星座跟我很合适的女生 但是也是结局最悲惨的一次恋爱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双方观念不合 所以现在我希望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 来判断我们两人是否合适 找到一名跟我观念相合的灵魂伴侣 好 其实它还不错耶 是的呢 关注你的VCR的时候 看到它有一套 它是相信科学的一个判断 那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 它其实是一个科学的心理的一个测试题 然后有比较能够量化的 能够了解到我跟对方是否在观念上是否相合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 你想大家热恋期都是一个荷尔蒙跟激情吗 其实你长久的一个 关系的发展就靠大家互相努力经营 那如果你们的观念比较合适 像爱情观事件观比较合适的话 那其实你们会经营的比较好 我觉得这是一种科学的量化 好我想问一下 如果组成了一个家庭 家庭和事业这个比例你怎么分配呢 如果没有家庭的话 就没有 就感觉自己又没有什么灵魂了 就是你天天忙为什么 先给自己一个忙的理由 能回到家吃到老婆做饭 超级幸福的 这个很重要的 对 这个是男人这个是说话说在点上了 你忙了为了什么 有了家里和位子 不就老婆孩子 就为老婆孩子 对了 准备结了婚以后 准备结了婚以后 对孩子呢是准备 马上要孩子吗 还是对孩子们想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如果恋爱谈得顺利的话 我觉得一年到一年半就可以结婚生子 OK 我需要想把自己的后方先敲定 然后我可以 比较好的去奔波我自己事业 先成家再立业 对对 因为我自己也有自己建筑事务所 有很好的合伙人 然后 喂哪位 喂金姐我是那个流畅 我想找一下我妈妈 喂 喂妈妈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嘉宾 他就是对那个女孩子的这个身高 有没有什么要求呀 我女儿想问你一下 你对这个身高有没有什么要求 对身高要求 其实就在一米六到一米七一之间都可以 我女儿唱一公分是吧 好 我OK啊 一米七啊 我在边缘是吧 这个咋整 别着急 别着急先别着急 好了差不多了啊 现在呢已经有三户家庭为你点灯了 所以说恭喜你进入打开母爱密码三年爱理由的嘉宾全力反转环节 恭喜 我们先了解一下三个家庭背景 好吧 来我们看看背景 三号家庭杨薇薇26岁在旅游公司工作 四号家庭刘畅24岁商务总监 五号家庭宋宇杰28岁甜品设计师 让你一句话介绍你们的女儿的话 用一句话说一下 女儿是一个工作能力强 特别善良 对爱情比较重感情的一个女孩 超专一 流畅事业心是 事业心很重也很独立 你选择她 呃是没错的 流畅你值得应有 浩克山东 美文不如一剑 美剑不如一长 这就是我女儿的理想 真的啊 哇 还有 哇 这女儿做的是吧 是的 你不要不尝一个 来来来 很好是吧 哇 好甜哦 我今天偷偷露来的 哈哈哈哈 我女儿在这烘焙这一块 在国内的烘焙设计 所以是顶一局的了 下面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如果我跟你女儿在一起 呃 我打算给她送一个礼物 那叔叔阿姨您觉得 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呢 她会喜欢些什么呢 觉得你跟她两个人有感觉 哪怕你请她吃趟大餐 她都不介意的 只要你们两个人心在一起 女儿来电话了 喂 喂 哪位 喂 菁姐 我是薇薇 喂 喂 妈妈 也不要说 就一顿饭就能搞定 搞得好像我很好搞定一样 应该要平质的嘛 你稍微说 哎呀 一顿烛光晚餐啊 对吧 有什么区别到底 那如果要送礼物 你要什么礼物呢 你说一首我听听 礼物啊 我觉得 我觉得她陪我是最好 我需要陪伴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她说我最需要的礼物 是她对我的陪伴 好生气啊 刘畅我还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礼物 但是她原来有一个男朋友追她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给她放了一天晚上的烟花就是 对我学浪漫的 我个人认为 她最好送我里面一个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 你爸好专业啊 一个温馨的家嘛 这对好的 对呀 喂哪位 金老师我是大爸比 我找一下我的妈妈爸爸 喂 爸你现在就不要直接讲什么房子装修啊什么的 好像一下就来一个大家伙 你先从小礼物开始啊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那种独立设计师设计的一些小东西 或者什么古董瓷盘的那种设计类的东西 我都喜欢 他嫌我 给我的设计方案太大了 对了 我先回答一下五号 就是我自己呢 虽然没有给自己设计个家 其实我 我之前是有一个蓝图的 而且我也带来了 真的啊 对我带来了 来我们放一下呢 他带来了自己带来的设计师 如果未来的家 未来的家 我要看稀饭不稀饭 我北欧的 北欧风格 对北欧这种简约风格 对 我喜欢就你了 下面啊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秘密情报环节 给你提供了个女生秘密情报 你可以从每位女生的情报当中选择一项 来进一步了解他们 好的好的 请看秘密情报 三号家庭 母女中立题 一双小出手 龟房真容 我和我的老公 我选择母女中立题 好 来母女中立题 很多人说我长得像中立题 其实嘛女儿长得更像中立题 不但长得漂亮 分菜更是好 我保持身材的意见是 和女儿一起健身 五年前我就开始练习瑜伽 现在啊是一名专业的瑜伽教练 我和女儿经常会粘在一起 一起看电影 逛街 健身 我跟我妈真的是关系蛮好的 非常和谐 母女对对对 好的母女中立题 好 我们四号家庭 微熏的大家闺秀 女汉子练成绩 狗粮撒不停 朋友眼中的我 嗯 我选择狗粮撒不停 狗粮撒不停 那肯定他爸他妈了 肯定是 我跟女儿唱他爸爸 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我们俩很浪漫的 他就站在礁石上面对大海 给我唱了一首《朋友》 当时我就感觉 爸的小伙唱歌太好了 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起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以后 他一唱歌 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在乎了 好浪漫啊 你爸爸 好浪漫啊 好有趣在家里边 我们俩这么恩爱 说实在去给劉昌做一个榜样 两口子在一起 互相领量一些 互相宠的对方 才能走得更长远 我想找一个我妈妈这样的 你是不是想选择 这条这条的狗粮撒不停了 我大概可以判断是就是 父母之间的恩爱 所以我想知道 这个家庭是否非常和谐和睦 OK 对 这样的话女儿也会很健康 我也挺健康的 你看我这这么健康 好 咱们看一下五号家庭啊 人生黑历史 马卡龙小屋 我是小公局 蛋糕物语 我是小公局 来 我看一下 我是小公局 因为我就想找我小公局 女儿喜欢这种 诺尼塔的衣服 像这些诺尼塔的衣服 价格一般在几百到上千 高的要上万 辛辛苦 这两个银子 全给它好了 厨子的家里厨子 也都是这些小衣服 高中的时候 她在网上发了个图片 妈妈这条裙子好漂亮 可是我的钱不够 然后后来我就 那算了 大概两千多个钱 那我送你一条吧 我就送过一条 她不知道 我比较可能古典一点 正统一点 这种服装呢 短时间的也很不容易接受 但是我不反对 我已经很大了 她也管不住我了 你怎么想问那个 我是小公局了呢 因为其实我就是想找一个 活泼可爱一点 然后她 要心中比较有爱 然后可以被我呵护被我宠 咱们现在有一个环节 就是叫金姐来帮忙 我们现场这些观众 他们会发很多的观点 来吧 说了啊 不知道男嘉宾酒量咋样 能不能过流畅妈妈那一关 你能喝酒吗 是这样的 我个人不言不就 但是我父亲可以陪你喝 对 好 男嘉宾像胡哥 要娶钟立提家的女儿哟 好了 想不想看一下 现场观众给打的分 金姐还是麻烦您帮一下我 就是我还是希望 如故APP出的一款科学测试题 我想让第二现场的女嘉宾做一做 好的 女嘉宾在那个如故APP上面有测试题 你们三个要做一下这个题 看匹配度 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心理学博士 她回国之后 创立开发的一套 是吧 终于可以科学量化一下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三号九十 三九十 今天的余泽号的家长也来了 有请我们的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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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妈妈你好 妈妈也出了 现在就叫妈妈了 啊 这个帅气的爸爸来了 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就说她爸爸还蛮帅的 妈妈喜欢这个姑娘的特点是什么 先别说几号家庭 哦 这个女孩非常奔放 奔放 是你吗 是我吗 我也喜欢她的爸爸妈妈 而且妈妈酒量非常好 哦 这个是我呢 这一句话点极了 主则是我想听妈妈的选择几号家庭 四号 哎呀我的天呐我要被带走了 我的天呐我都来了一百鸡了 我终于要被带走了 爸爸呢 开始有点不同 开始有点不同 在那里面争了半天 是吗 对 你要不受妈妈干扰 你选的是几号 三号 三 回答我 这个时候啊 最后为自己女儿争取一下 然后最后判断留给我们的男嘉宾 你选择了我们 我们会帮助你次业成功 我 刘畅你值得应有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错过原因就是一辈子 我妈妈怎么就会说一句话 妈妈你能不能多说几句啊 你好 男嘉宾 你看一下阿姨怎么样 非常渺调 非常 身材非常好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我的身材 叫体态 我自己认为是体态 那么我不美不算美 女儿的气质 女儿的身材 她的容貌 中立体 刚才你看到 你要相信观众的眼睛 你也相信金老师的眼睛 哪里 你不但娶了一个漂亮 活泼可爱 而且对工作上面 事业上都很好的 未来的老婆 希望听向您的理解 从各个方面教育啊 知识背景啊 成长背景啊 有点很接近 好了 金姐五号 就看男嘉宾怎么想啊 对 好好好 现在请我们余泽浩 认真的考虑 请考虑 请选择 我个人还是比较相信科学的一个测试方法 所以我会选择 我会选择 和三号 好 下面有请我们四号和五号女嘉宾 来 这是四号女嘉宾流畅 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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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父母那边去吧 好 好 请先站到舞台的中央 等待你心动女生出场 有请我们美丽的女嘉宾 杨红薇薇 看到男嘉宾刚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她还挺腼腆的 然后后来我发现她的谈吐还是很成熟 而且我觉得她的思想还是很成熟 而且你自己有自己的事业 然后你会为自己打拼 跟我喜欢的罗志祥很相似 我看到杨薇薇一定是我所希望的另一半 谢谢 而且我跟你的观念非常的相投 所以说我坚信这点 我们能一起的走下去 然后我想为你设计一块 属于你的房间 属于你的romance 谢谢 当你走出来那一刻 我就发现你就是我喜欢的内心 性格一定是非常温柔可爱 而且直爽的一个女孩子 那这些点呢都郑重我的靶心 我们的兴趣爱好也许有不同 但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我带着我的世界跟你在一起 你带着你的世界跟我在一起 我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可以创作更大的世界 我们两个融合在一起 这种家庭 这种家庭是由重的爱往 可以建的 哈喽 金鲜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好田来自古城西安 我呢平时比较喜欢户外旅行 然后呢也很喜欢极限运动 今天希望找一个性格阳光 而且和我有着共同爱好 找一个灵魂伴侣 这位是我的妈妈 这边是我的小姨 小姨呢 小姨有什么标准 我希望她长个二十七八岁之内的 不要太大了 然后阳光一些 妈妈有什么标准吗 一样 一样的 是吧 来 金鲜老师 我妈本来还专门为你准备了一首歌 由于太紧张了 刚刚都不好意思 妈妈紧张什么呀 别的妈妈用花叶巧语 垮自己的女儿 我呢就用一首歌 而把自己的女儿也代替 请谢谢那可来谢谢 来个摇摇的来 上海一个来画画 试试的爱死了 爱成好听呀 五字半个铁标子 我呢 做上高又高 你是三色的女儿又 做上的来画画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好的妈妈啊 想做的来画画就是我身边的女儿 我女儿非常有秀 能歌声舞 能唱能唱 能喝 能会 能画 她不叫就是唱的好 唱的好 而且做家务呀 围绕呀 四处都很好 晒了体贴 稳入 就是 好的 在你走之前呢 用一句话叮嘱一下小姨和妈妈 我想跟我妈妈说 因为她的偶像呢 大家特别意外她喜欢唐僧 所以我说千万不能找一个唐僧一样的 对 主要的重心呢 眼光就要交给我小姨了 小姨有重任的今天啊 对啊 好了 来吧 美女到那边去吧 好 接下来请舞祖家庭各就各位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我们下一位男嘉宾刘欣森出场 是吗 是吗 刘欣森 这位嘉宾是由百合网推荐 好高哦 好高啊 对吗 看一会有 tv Explorer 儿儿儿儿儿儿儿侣主 中温森 染 Nov 脖子 帅 帅 啊 啊 我妈好极致啊 他怎么又回来了 全下来了 大家好 我是刘青森 今年26岁 来自杭州 我现在是一名品牌管理公司的合伙人 有自己的运动品牌 这是单眼期 我妈妈有可能会喜欢那种眼睛大一点的 你妈妈选了吗 没选 我说什么 有点没哪有用 我发现你们都是外貌协会的是吧 这小伙子一出来你们啪啪啪啪啪 请问男嘉宾你的 净身高是一米九多吗 我净身高是一米九四点七 我真的好高哦 四十五入变成一九五的 用金老师来参考一下 我是一米六八 我穿上高跟鞋你看看他站着还要这么 我问一下男嘉宾你对身高有什么要求 我我我我 其实身高不是选择另一半的就是最重要的标准 但是当然希望她是个大长短的女生 我说那一米六能接受吗 我觉得要相处以后才知道吧 先看一对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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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凤一米六九必须是个大长短 是吧 子凤是个大长短一米六九的个子 来 我们先看上男嘉宾的VCR 来看一下 有人说我高冷 我高 但不冷 有人说我是潮男 但我拒绝跟风 哇 潮到 潮到 你穿衣服我喜欢 和篮球来场持久的恋爱 突破 转身 灌篮 篮球也从爱好变成了我的事业 不想安逸的我在杭州开创了自己的运动定制品牌 和大多数中国男人一样 曾经的我不懂服装搭配 穿衣没有自己的主线 前女友改变了我的观念 现在我立志改变中国男人的穿衣品位 前女友让她改她就改 未来计划开一个可以满足95%中国男性穿衣需求的男装队 以后全家的穿衣打扮我全包了 这就是我 我是刘新森 帅气哈 挺有范儿的 而且除了运动员有自己的想法 我不吵一下 我家女儿就各自高 因为她是自温度的 所以从各自相格来说 很和我家女儿好天 好版配 我认为就是贴上的一顿 好版配 妈妈眼光好版配 我想问一下您家好天有身高有多高 一米六八 一米六八 也是近高 我看哪一女孩子又着急了 喂 哪位 喂 金老师我是宰宰 宰宰 宰姐姐 你问问她愿不愿意给我做衣服穿 好 我知道了 然后就是你懂我 我就喜欢那种潮的 她就是那个潮的 我知道了 那我想问你 你愿意没给她做饭吃呢 她只要愿意喜欢我 我什么都愿意给她做 再来说她特别喜欢你 你就是她写的那款 然后她想问问你愿不愿意给她做衣服穿 当然如果 如果我也很喜欢她的话 当然我会 然后我也听你问了 我说你愿意给她做饭吃呢 她说她行 她只要喜欢我 什么都给她做 我们家小公主一定为你 会分分钟变成那个C双的小厨娘 为什么做自己的品牌呢 首先我是很喜欢运动 因为我身高很高 所以买衣服还是买鞋 都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 与其我去找那些衣服 不如我自己做 自己设计 对 自己做 东东师怎么样 您对穿衣怎么概念 我觉得应该根据她的职业 和她的气质能穿 您的衣服是太太给买吗 还是自己买呢 那当有的时候发的 当有的时候发的 帅气的爸爸 刘畅的爸爸 您认为男人穿衣服怎么说 她的衣服全是我给买的 你给设计的 对 她都在复杂的 这个也挺省心的嘛 她特别神奇 谈到男人穿衣服 现在这里边最有发言权的谁呢 是我们那个喇叭 男人穿衣服 分自己喜欢的东西 觉得合适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也可以 叔叔说的非常对 就是特别是男人穿衣服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 能穿出自己风格的 才是最好的 就是不一定别人穿什么 就要跟服务 也不需要什么大牌 是吧 要像自己对吧 曹霸 下来表现一下呗 可以 那下来我看看 走个台步来我看一看 回一下气氛 三个帽都下来 来来来来 帅霸不能我下来 工作室都下来 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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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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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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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一圈 好帅哦 特别像 好帅哦 特别像 好帅哦 你好帅哦 好帅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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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好爸爸 应该是性格非常好 然后很活泼 应该 我觉得如果相处起来 跟 就跟子女相处起来 应该没有什么 像哥们儿一样嘛 好了 现在有三组家庭呢 已经被你亮灯了 所以说现在进入 嘉宾全力反转环节 在你提问题之前呢 看他们基本的一个 情况和背景 来我们看一下啊 一号家庭 刘明月二十四岁 国企客户经理 二号家庭刘子凤 二十五岁音乐老师 三号家庭好田二十二岁 文化公司营销经理 喂 喂 金老师我是宰子 喂 喂 姐姐大招招 给我屎上快点 快你快帮必杀吧你 真的 妥了 我们用四季化概括一下子范 长得很可爱 但不是妩媚 性格有点作 但是不是礼节 工作很稳定 但是不是乐趣 生活有点懒 但是很有情调 下面有我们男嘉宾 向三组家庭 问第一个问题 叔叔阿姨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 一般你们家的女儿 就是出门 大概化妆还是打扮 需要多长时间 化的淡妆 也半个小时左右吧 我家女儿是非常的严格 要求时间 就是打扮的时间很长 多长时间 一个小时左右 不要问他会打扮多久 他是出门之前一定会照上镜子 灭对笑容 先给自己笑一个 打扮的我们绝对会得体 大方 因为我是一个出门 就是有一点磨蹭的人 会选一个非常合适的衣服 然后合适的发型 这样 会不会他很快 然后我很慢要等我 或者是 其实我很快 然后他很慢我要等他 我觉得他是个特别自恋爱打扮的 但是我是这种人 我心得非常急 我等不了他 是个让给我吧 好吗 对女生其他还有什么要求吗 除了这些方面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是 衣服的整洁程度吧 就是干不干净 喜欢文静一点的女生 当然个子高最好 我被他完毕了 他喜欢文静的 我不文静 他喜欢个高的 我不高 我不会了 我现在就不会说话了 我们准备了一个秘密情报环节 更进一步的了解三位女生 一号家庭老少通吃 我的衣橱叉叉 鸽子大王 你选择一项 我选我的衣橱 这就是我女儿的房间 这就是我女儿的衣柜 小伙子们看看啊 就这点衣服啊 整个的衣服都在这里啊 少得可怜 买衣服买了很多 但是两成个月过时了以后 爱他眼了 全给你扔掉 上面呢 全是男士的 男士的 大家不要误会 这都是我的 它是我的衣服 十分之一都不到 刚初买的时候吧 就觉得喜欢 喜欢这种经典的东西 没有拆标签的吧 还有十一件吧 他的衣服少 只有占领他的地盘 来我们看二号家庭 音乐师家 魔女小教师 住在破烂堆 还有快问快答 选一个 我选住在破烂堆 好 住在破烂堆 这个呢 是我女儿的屋子 虽然不大 但是呢 这个房主呢 是我姑娘 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呢 我们就按照她自己的意愿呢 去她自己摆 她特别喜欢的 Hello Kiki 她特别喜欢做DIY 你看这一堆 破烂 都是她的Kiki猫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破烂 一堆破烂啊 这边呢 是子凤呢 一些那个海报 奖杯 休闲的时候 还没事呢 弹个钢琴 我们还是多猜多艺的啊 嘴上说那个 我家孩子那个 一堆破烂 其实我心里呢 还是挺高兴的 你看像我这手机 可要劲如你儿子 太激动了 刚才跳了 女嘉宾应该非常心灵手巧 好 来我们接下来看我们的三号家庭 我的恨天高 我的荣誉 比肩的舞蹈一点点长大 选一个 我建议您看一 我的恨天高 那就选一号 我的恨天高 在我的世界里 鞋子只有高跟鞋 高跟鞋分很多种 第一种 登山高跟鞋 一口气上山顶 不会累 第二种 逛街高跟鞋 穿上它 可以游走于各大商场 第三种 恨天高 后跟长达17厘米 足足有一个水杯那么高 想要了解我 就先来了解我的高跟鞋吧 我 有一个特殊的要求 不知道能不能 金姐您帮我 什么要求 我想让二线场的女生 每个人都对我说一句话 玻璃房的女嘉宾 一号刘茗玉说话 哈喽男嘉宾 我是小月月 可是你没见到我 已经把我心伤得稀碎 稀碎 哈喽男嘉宾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是个灰姑娘 我觉得你拥有我那双水晶鞋 哈喽男嘉宾你好 我是三号好甜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 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 我特别喜欢身高高的男生 尤其是喜欢打篮球 我很喜欢灌篮 可以和你一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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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做出选择之前啊 有一个环节叫金姐来帮忙 现场我们有很多的观众啊 他们看到了我们现场 发生的交流的态度啊 包括女嘉宾的反应啊 所以他们把很多的观点 都发在弹幕上了 金姐给你念几个啊 一号女嘉宾虽然个子不高 但前凸后翘 刘子凤演了紫色头发 看起来很有个性 好甜真的好甜 颜值爆表还有大长腿 必须选好甜 男嘉宾有姚明的身高 可以和好甜生一支篮球队 看我们观众给的评分分数吧 来 我们看一下 来看一下大屏幕 一号家庭是12% 二号家庭是48% 三号家庭是40% 我要走了 接下来有请我们男嘉宾的亲友团 你好你好 刚才在上课看了是吧 两位的意见统一吗 基本上 别说出那个家庭 先说出那女孩 你喜欢那女孩什么 我喜欢那个女孩 有一个女孩性格比较好 另外跟我的儿子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将来相处以后呢会比较融洽 会选我吗 我也不知道了 那您最终的选择是几号家庭呢 三号 做完了 每个家庭在最后的争取一号家庭 在晚上的时间 还有节奖的时间 去客串一下健身的教练 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重要的是懂得 就像解一道数学题那样 通过曲折和名案 走进你的心里 子范儿一定是那个懂得你的人 好年会用一颗热忱大方善良的心 来迎接您这位冷酷男 你们俩最合适 接下来替我们金森 请考虑 请选择 我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三号 让我们有请一号和二号的女嘉宾出场 宽群就是一号 吴明月 对 这是二号刘子凤 有请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浩田 请 你好 你好 首先我觉得有很多的共同爱好 对 因为我发现我们在二号现场 一直在说 我觉得他是个特别自恋 对 但是工作上又是蛮上进的一个男生 所以我也是一方面可能比较自恋 一方面呢又比较喜欢努力工作上进的 其实我从上台到我见到你 我都特别紧张 然后金姐也在说我不停在抿嘴唇 最后可能掩盖我的紧张 见到你以后 感觉可能开心的心情 盖住了紧张的心情 我是否还能听着我这一遍 我都特别喜欢身高 至少是腰帮领上的男生 我特别喜欢身高 穿西服出来会给人有一种很精神很干练的感觉 看到第一眼的时候很开心其实 觉得他你们家边长得很好看 很生气 谢谢 欢迎新服务的三号家庭 张璇家庭 有请 你好 大家好 金姐好 我是张璇 那么我来自深圳 我之前是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硕士 毕业之后就在香港的一家著名的网络媒体公司 工作担当客户经理 今天我来到节目当中呢 就想为自己找到人生当中的另外一半 多谢大家的帮忙和支持 今天陪你来的是爸妈妈是吧 对 在我身边的是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 女儿的个性像谁 像爸爸还像妈妈呀 她有她自己的个性 她有点像我 怎么讲自己的个性是 我们这个家庭呢 也有点像特殊 什么特殊呢 我丫头吧 就是出生当天 是我们抱养回来的 是收养的 但是呢 这个二十八年来 我和他爸爸两个人 我们在他身上所牵住的爱 不管是经上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可以说是毫无保留 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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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我也是想通过这个平台吧 想给他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亲生父母啊 对 没有其他任何目的 就是想给他多一份爱 那你的父母的信息你有吗 其实当时我是在火车上 被捡到的 在火车上是吧 所以那趟列车 是经过很多个不同的站 对 所以也不清楚是 不确定到底是在哪一站 多大数才知道你是抱养的 14年 14年的12月5号 你25岁数才知道是吧 对 但是 为什么没告诉他呢 我确实可能也有点自私吧 但是就是 确实考虑到 就是怕影响他学习啊 怕影响他以后一步一步走啊 这个不会的 说实在话 我上这个节目来 我说和不说 我还真的 也心里有点打鼓 怕以后 会不会人家男嘉宾 因为他的身世啊 或者是什么什么事情啊 这个没关系的 这个没关系的 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了 就是我还是大胆的 把他说出来 你能 你能爱他 那你就能接受他的一切 人生在世啊 命运两个字 我们每个人都有命 出生的生命都有 但成长的运 真是后天的 思想一下 你落到这么一对夫妻手里面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 非常幸运 非常幸福的事情 哪怕父母憋了25年 他把这个告诉你说 也是出于爱 所以今天他们陪到你 在这儿来 我觉得真是 这个爱还在延续着 希望你找一个好的爱人 你的幸福延续 这是对了两两口 特别重要 好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市乡 希望当前呢 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好 接下来呢 你也要到玻璃房去 跟其他的女郎君在一起 走之前呢 再叮嘱一下父母 只要这个男生 跟我的三观非常的吻合 然后他有内涵就可以了 好极了 好 来 请我们当前到玻璃房去 接下来有请 主属家庭各就各位 接下来这位男嘉宾呢 是本季最后一个了 哇 还是那个道理 看清楚了再拍 明白了 听好了别急啊 好 有请我们下一位嘉宾 李龙飞 李龙飞 自己成功 好 李龙飞 加油 好 加油 这位嘉宾是由 真爱嘛 听见的 看到他最后一个了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李龙飞 金姐好 哈喽 徐阿姨号 大家好 我叫李龙飞 今年三十一岁 之前在加拿大生活了六年 去年刚搬回国 然后现在在老家北京工作 北京人吗 这是我呀 还喜欢他 今天来现场的目的就是希望 用我的微笑来温暖李嘉宾的心 然后用我的真诚来打动各位叔叔阿姨们 这次曼瑾 我每次回都看起来 这次曼瑾 还可以 这次曼瑾 有点 Words 还有电视 还有电视 这个历史 我会快 还有电视 这次曼瑾 就没下去 金老师不好意思的一下 那个 刚才那个系统有点问题 所以现在下来家庭有误 有误是吧 按照顺序应该是2号下来 然后1号没有按到 应该是234 所以请1号和2号家庭位置互换一下 我眼看的缘分就这么变了是吧 喂哪位 金姐我是小鱼 让明月下来了 刘明月疯了 我们重来一把 我要重来一把 明月说要重来一把 以为可以听到她的声音 对呀 女嘉宾明月都说得重来一把 干嘛呀 唱毛了 我家姑子唱毛了 喂 金老师我是大妈咪 我找一下我妈妈 喂 妈妈你为什么不按 长得那么像熊宁 我们按的那个手都给按抱的 它就是没反应 我们在前面 1号下去以后我们就一直按 感觉五个都下吧 怎么说 这是本季中国式相亲最后一次录影 最后一位男嘉宾 而且系统出问题的时候 系统都不干了 觉得缘分怎么办 那好吧 我都不干了 我们公公是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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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看看男嘉宾的一个VCR 看一遍 2009年我从北而外中文系毕业 之后去到了温哥华 我兼修金融和时尚管理证明 加拿大七年的薰涛与学习 更加提升了我对时尚感的敏锐度 虽然在北京和温哥华都有房子 也拿到加拿大的绿讨 但我依然决定回国奋斗 我只有回到平谷 才感觉自己真正的回到了家 我从小在这里被姥姥 姥姥传递给我的家庭观念 也让我对另一半始终保持细致 温柔 也许我的温暖 恰恰来自于我曾失去过温暖 年少父母离异 缺少母爱的我 并不介意另一半是个比我大的女孩 非常会讨赏 被开心的女生 在我心里面会更加分 抓住了我爸妈的心 就抓住了我的心 谢谢 刚才看VCR的时候 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 跟她那是姥姥吧 喂饺子那个是姥姥 就是现代的孩子 对老人有那种体态和笑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孩子差不了 首先要孝顺 因为有的人会装样子 但是我看她给那姥姥喂饺子 那一瞬间那个眼神是 特别发自内心的 而且她喜欢苹鼓 她并不是说 我从北京回来什么什么的 苹鼓是在北京旁边的郊区 她喜欢那个地方 她觉得很自豪 我成长童年 所以这孩子根特别好 现在我们舞伎长都下来了 咱们轮番 让家长先问问题 来 好 一号家庭你想问什么问题 男嘉宾在牵手成功的情况下 几年能结婚 我现在交女朋友 到了我这个年纪 我是以结婚为前提 然后我觉得两年左右 刚刚好 几年要宝宝 结完婚之后就可以 可以 要几个宝宝 那要看女生 要两个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看女生 我都可以 其他站在那里有什么问题 来 姐姐 那个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北京都没有相遇 在这里相遇是个意外 这个特别 好像来电话 我看 喂 哪位 靳儿是 我是郁杰 大八壁 我找一下妈妈 喂 妈妈你要说 我是也是很孝顺的 就前端 前端时间 爷爷不是住院了吗 然后我就特地 也很早就结束工作 就跑去陪着爷爷 好的 好的 我来说 哎呀 郁杰讲的 她说她也很孝顺 前一段时间 那个她外公 就我的父亲 93岁了 忽然一下子 就有点中风 她就特意赶回去 特意给她做蛋糕 也是为她 我也是很孝顺老人的 她妈妈 你一定要帮我 要争取 说 我最后快过年 那段工作我都没有做 我就直接跑回去了 恭喜你进入 家庭全力翻转环节 好的 现在我们聊了一会儿 咱们看一下 那个咱们 这个五组家庭的背景 我们看一下 一号家庭刘明月 二十四岁 国企客户经理 二号家庭刘子凤 二十五岁 音乐老师 三号家庭张璇 二十八岁 客户经理 四号家庭刘畅 二十四岁 商务总监 五号家庭宋宇杰 二十八岁 甜品设计师 基本了解了这个情况了 我很爱吃蛋糕 很爱吃蛋糕 她今天 她还是这样的 我家里 来来来 拿过来吧 还有蛋糕 怎么又有蛋糕了 我要蛋糕了 就爸爸来一趟 妈妈来一趟 谢谢 做得很好吃的 甜甜蜜蜜地看着 她做得很好吃 我们每一组家庭 简单的一句话 介绍一下自己的孩子 好吗 来 我想点四号家庭 我女儿非常善良 也非常孝顺 我们经常会 给我们一个惊喜 如果你牵手她的话 她也会给你父母 一个惊喜的 对 我是很会 制造那种浪漫 珍惜那种人物 我们给子凤 概括了四句话 灵动的双眼 发现生活的美好 迁徙的双手 谱写生活的乐章 我姐太会说了 甜美的嗓音 唱弹生活的诗意 修长的大腿 走出生活的精彩 以后你唱歌的时候 子凤可以给你绊奏 江泽一张 谢谢 好极了 是的 讲讲说一下我们姑娘 就是秀外惠中 惠之蓝心 美是贾俊文 小月儿是一个运动阳光的女孩 说话性子直 自来自去 我喜欢会运动的女生 因为我也会去运动 太可怕了 我才是那个会运动的女生 她那么开心干嘛 那我交错呀 我交错 交舞蹈交一家呀 来 五号家庭 我的女儿呢 不是看上去 很普通的一个美人 但是呢 她需要细细的品 慢慢地看 像蛋糕一样吗 像蛋糕一样 好 如果不了解我们男嘉宾的话 觉得小伙子一看吧 哎呀 瘦瘦的 现场的女观众朋友们 你们想看她的照片吗 小 不会是有肌肉的吧 不会是身材好的 来 我们看你照片 小伙子身材好极了 好 好 好 一肉男 哇 好棒 好棒 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 对对对 不要练得太大 就是健康 很健康 很匀秤 哇 身材好好 我好喜欢 有些问题想问什么问题 可以问问题了啊 好 那我第一个问题 就想问 今年的除夕夜 那您的女儿 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一号家庭 今年的除夕夜啊 回到我的父母呢 就是她的爷爷奶奶呢 帮着她母亲呢 打了下手做的菜 晚上呢包包饱饺子 你这就是这么平民 好 谢谢 我们那个除夕夜 在奶奶家一起吃年约饭 然后子缝给大家拉 喜洋洋的曲 好 音乐是家 音乐是家对 晚上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块去 一个大家庭 也打个两三桌了 我们吧 一块聚一聚 聚一聚啊 很热闹 当时的时候 刘畅跟我一起包饺子 但是做菜我不能做 因为她做一个小时的菜 我要花两个小时去收拾 这个我懂 我懂这个过程 你是厨房爆炸了吗 她就跟我包饺子就行了 可以了 打下手就可以了 五号家庭 谢谢 今天春节 家里有点特殊情况 外公呢 九十多岁住院 不能回来 中午是外公接回来 在一起吃了一饭 晚上呢 我们两位 再加上我女儿三个人 在医院里面 陪了外公 吃了一个晚饭 在医院陪老人家 我外公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 有了 好多了 但我们住外公早日康复 谢谢 谢谢 哦 好有礼貌哦 真的是 这就是我们北京人 有里有面 有里有面 女主家庭都有秘密情报 我们看一下 你可以选择一下 更了解一下女嘉宾 来 我们看一下 一号家庭老少同吃 时尚时尚最时尚 XXX 鸽子大王 选一项 XXX XXX 来 一号家庭的XXX 快点 哎呦 哎呦 XXXXX霧 刷刷 起刷刷 行刷刷 行刷刷 起刷刷 1 2 3 2 好 其实她在展示她的运动的身体 好了 二号家庭音乐世家魔女小教师 板湖少女成长记快问快答 选择哪个 我们能建议一下吗 建议什么 看那个魔女小教师 好 好 听您的 来 魔女小教师 我喜欢林老师的娃娃头 超可爱 而且刘老师还老染头发 上回他给我上课的时候是黄色 这回就穿紫色了 刘老师特别的洋气 性格也很开朗 没想到在情义方面有这么高的造诣 非常亲切 我们算是忘年教吧 好 这很难得 对 跟老跟小都可以 都在一起 对啊 赶在教的就是学生里面 有年长的老爷爷 也有很小的小宝宝 我们也给他总结了四句话 又四句话 咱来说 那个貌美如花俏家人 才华横溢胜颜值 古灵境外惹人爱 老少同乐在课堂 是 是 谁家是 是 是 哇 好厉害 我发现姐姐你很厉害哦 句句成诈 所以说姐真是各位妹妹负责任 特别好 来 我们三号家庭 妈妈的传家宝 从小兼下巴 我的身是知名 我的颜值低谷 我想看妈妈的传家宝 这可是我们家的百宝箱啊 张玄小时候穿的衣服 在学校的护奖证书啊 毕业证书啊 扎字啊 还有发表的一些文章 还有她给我们的家书 都在里面呢 我有时候平时想她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她翻出来看一看 因为丫头比较远嘛 拿出来看看 就当她在身边 就还跟她交流了一样 包括她给我们的家书 治理行间 写得满满的 对家的眷恋 也是写得满满的 你看这个小裙子 十五岁的首尘 其中呢 还有一件比较特别 上面有一句话 世上只有妈妈好 对她的爱 可以说是 称之属有 不能用语言 去表达 好 那于很伟大 这什么三号家庭 来四号家庭 微醺的大家闺秀 女汉子练成绩 造型 朋友眼中的我 别选朋友眼中的 那个不好 朋友眼中的她好了 好快快快快快了 能不能不要这样 好朋友眼中的我 来 流畅 有点很温柔 很善良 我天 流畅什么有点多 偏执加纠结 加完美主义晚期 就等于神经病 做得起的流畅了 流畅呢 她特别爱玩 游戏爱玩那种 刺激类的命中 比如搏击啊 卡丁车赛车之类的 而且玩的都不错 流畅她们家喝 我喝就刺激 有点要命的感觉 就是一直喝 素质进来很熟悉的 如果你们牵手成功的话 一定要学会喝酒 也好你的酒量 这个信息对我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能喝酒吗 不抽烟不喝酒 不抽烟不喝酒 跟我爸一样 那伺候酒局就可以了 他们家人喝酒 你就伺候就行了 那没问题 帮忙倒 对帮忙倒酒就可以了 五号家庭 人生的黑历史 非常那么大 我的大作 蛋糕物语 那我就看我 最爱吃的蛋糕 蛋糕物语 好 来看看蛋糕物语 我 我 我 然后 我 我 你 我 我 中国式相亲 哇做的很有心哦 谢谢谢谢郁杰啊 谢谢谢谢 男嘉宾对我的穿着 有什么看法没有 非常的时尚 而且我 就是很喜欢 哎呀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还是有喜欢 下来了 背景还有什么 我很喜欢你的上衣 因为你的上衣就是 牛仔风 然后对 还狮子 对 搭配很好 你的头发是给你 平时也这样的吗 把泥 发泥 对对对 其实是上 他就辣臭美 臭美是吧 老伴都说辣臭美 是我喜欢那类型 谢谢我 哎呀啊 找个理由来近距离观察一下的哈 哈哈哈哈 好狡猾呀 啊 好 完了完了 要被爸爸给牵走了 现场有吃瓜群众 来来来 我们这帮群众可不是省油的 弹幕可好玩呢啊 你看那上面写的 刘明月看起来比较疯 和安静的男嘉宾正好互补 动如脱兔 哈哈 我疯了 只疯 刘了二十多年的头发 就是给男嘉宾准备的 快到流畅的赛车里 流畅以后不看路 只看你 我就缺一个副驾驶 脑虎男嘉宾脱衣秀肌肉 帮五号买蛋糕的画面 说你光着膀子帮五号卖蛋糕 夏天可以 销量绝对好 棒棒棒棒棒 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男嘉宾的亲友团上场 有请 您好 李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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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了以后 今天特殊了啊 为你们家真是开了五组家庭才出来了 脱经济的福了 就是啊 他压轴嘛 他最后就压轴了嘛 对吧 您的意见统一吗 你们二位 有一点 有一点不一样 那好了 那别着急 我想问阿姨 您觉得您想的那个家庭的女孩什么特征 你喜欢她什么 龙飞是一个很孝顺的儿子 对 所以呢 他也比较注重 女朋友也是要比较孝顺的父母 要孝顺特别重要啊 对 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 帮她选择的 好的 爸爸观点不一样 你那个女孩子哪好 两个观点 第一 颜值要高 颜值要高 气质要好 就这两点就够了 那女孩就这两点 对 其他你都不管 对 不管 明白了 您选择是几号家庭 那我选择三号家庭 三号家庭 爸爸选择的呢 我选择是一号家庭 一号家庭 每一组家庭不用最后一次再争取一遍 要这个时候让我们男嘉宾在思考 你选择我们 您家的 你父母的 你朋友的 所有的甜点 我们都包了 你们家就看甜点店了呀 孝顺父母 首先要孝顺他的胃 如果你喜欢刺激就来我们家吧 绝对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让你的下半身共加了精彩 都说了 就说两句话 我们这个家是充满爱的家庭 如果你来我们家 你会倍感幸福 另外 如果你们有了孩子 我可以去照顾 因为我是北京师范大学 学禅专业毕业的 这个你大可以放心交给我 来 二号家庭 你们的孩子将来我会帮你看 让你们没有后果之忧 我们家里欢迎你 欢迎你 请是 我迫不及待呀 金老师让姐 我是宅的让姐姐接电话 让姐姐接电话宅宅 稳重点的 稳一点 稳稳 来 姐姐 你跟她说 我们都是北京的 她哪怕今天把别人牵走了 我等不着 宅宅说了 我们跟你都一样在北京 即便今天你把别人牵走了 她会在北京等你 北京见 我们家宰宰的颜值 绝对不输给小月月 这厉害了 这份不要说 结男嘉宾 回北京结男嘉宾吗 我送给男嘉宾一话 风里雨里 沈阳等你 风里雨里 沈阳等你 好嘛 出口成章 好了 家长只是我们的建议方 我们都所有都是建议方 最终选择 全还在你身上 二号了 要走了 等你了都 等你了都 好 龙飞 请考虑 请选择 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是 龙飞 左 我的选择是 一号 又有大个性 又有大个性 对 而且这种个性的女儿一定是 对 来 我们把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的女嘉宾请出来 来上个女嘉宾握个手 这是五号宋艺杰握个手 这是四号刘畅 刘畅 刘畅对 这个是张玄我们学霸 拜拜 三号 好 这都可以上来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刘明月 谢谢 当你的眼睛闭着笑 当你的歌乐帮你吵架 我想跟你忘 你从来不知道 这一想一遍 你年轻的时候 当你说今天天热烦恼 当你一转的声音 吹不着 我想跟你说 就把把我说错 好喜欢你 知不知道 谢谢 谢谢 我想跟他对视十秒钟 对视十秒钟 十秒钟来 开始 女生不不觉漂亮 她很聪明 挺好的 父亲怎么样 挺好 挺好吗 满意吗 满意 满意哈 她喜欢她类型 对对 谢谢叔叔喜欢我 然后我要跟男嘉宾说 首先我们要感恩 在男嘉宾跟我说话的时候 我再偷偷地看爸爸 爸爸很舍不得 他没有笑容 他虽然觉得女儿很开心 但是 如果你们俩走进婚姻殿堂那一天啊 哭得最惨的是你爸 没别人 来让我们掌声送给一对有缘人 我希望大家 希望大家以后虽然是不在一个城市而是我可以常去沈阳 对 然后谢谢大家 谢谢这个平台 我相信我们会更好的 爱日记 飘向水的回忆 一层平的梦境 全都 十七精彩分成的节目 一号 十字 命中注定的相遇 紧张刺激的争强 恶外叹息的错误 怦然心动的相见 所有的幸福 都与家人 共同见证 有家 就有爱 感谢你们一路的关注和陪伴 终于博士相亲 有爸妈更放心 让爱延续 我们后会有期